清朝乾隆六十年,八十五岁乾隆帝弘历来到玉陵帝宫,对烈衣结发妻子复查皇后的陵墓,她泪酒三杯,感叹道,七年帅归世,乔寿有何欢? 这句话出自清高宗玉智师,乾隆是在对王妻说,你离开我这么多年了,留下我一个人,还有什么快乐可言? 要知道,这个时候,复查皇后已经去世四十七年之久,但乾隆帝对结发妻子仍念念不忘。 我们读过苏氏的十年生思量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,也读过纳兰幸德的泪液却无声,指向从前悔薄情。 乾隆帝的文学水平虽然比不上苏氏和纳兰,但她对王妻的情感却不输二位。 复查皇后是乾隆帝的原配妻子,也是她的第一任皇后,虽然乾隆后来又立皇后,但复查氏早已刻在她的心中。 历史上的复查皇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她真的是贤后吗? 本文,年书引用各种史料,来为大家分享清朝孝贤纯皇后复查氏的一生。 福晋出名门,新婚县官居。 复查氏,乾隆帝弘历的原配妻子,史书中没有记载她的闺蜜,她出身名门,来自满洲湘皇旗复查家族。 年书此前写过复衡,对复查家族有个叫全面的介绍,这里再简要说一下复查家族,以及这个家族的四个高光时刻。 复查是满洲八大姓之一,明朝万历年间,努尔哈赤在建州起兵,复查家族的族长望吉努率领全族前来归附。 接下来,经过复查,万吉哈,复查,哈石屯两代人的接力,到了皇太极时期,复查家族已经位列中枢,家族到达第一个高峰。 复查皇后的祖父是康熙朝的户部尚书米斯汉,米斯汉有四个儿子,其中老二马其是康熙、雍正朝的大学士。 未及人臣十余年,马其曾把复查家族带上第二个高峰。 马其是复查皇后的二伯父,其弟李荣宝是复查皇后的父亲。 正是因为有马其的存在,雍正帝才会把马其的侄女复查氏许配给当时的弘历座敌附近。 弘历登基后,复查氏被立为皇后,后来复查氏的弟弟复衡更是位列首府,是清代著名将领,为国家的统一做出巨大贡献。 复查皇后和复衡二人,把复查家族带向了第三个高峰。 其后,复衡之子福康安,紧随其父,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,被追封为郡王。 这是复查家族第四个高峰。 复查氏出生于康熙51年2月,比乾隆帝弘历小一岁。 在雍正登基之初,弘历就已经被雍正帝秘密立为储君,所以雍正帝对弘历的婚事特别重视。 在千挑万选之后,雍正帝为弘历选择了宝和殿大学士马其的侄女复查氏为迪福晋。 同年7月18日,复查氏嫁给了弘历,二人在仲华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 弘历和复查氏成婚好之后,夫妻感情甚笃,弘历当时还特地写了一首诗,把他和复查氏的关系和诗经,官居相媲美。 意思是,弘历和复查氏成婚后,经常一起向宫中的长辈问安,奉扬长辈,一尽孝道。 婚后不到六个月,复查氏便被诊出喜脉,雍正帝还特地将圆明园的长春仙馆赐给这对小夫妻。 直到了次年十月初二,复查氏诞下一女,弘历对这个长女非常疼爱,遗憾的是,此女只活了不到三个月,便夭折了,弘历因此遗憾不已。 当时,雍正帝的妻子孝敬献皇后还在世,她劝复查氏要好好保养身体。 果然,到了雍正七年,复查氏再次有孕,次年生下了弘历的嫡长子。 根据《清高宗十路》的记载,雍正对弘历的嫡长子非常重视,亲自给这个嫡孙取名为永连。 第二年,复查氏又诞下一位公主,复查氏嫁给弘历后,虽然第一个孩子夭折,但他们夫妻和美,儿女双全,算得上是一旗家世了。 嫡妻一天下,六宫新岳福。 雍正十三年,雍正帝驾崩,弘历即位,视为乾隆帝,复查氏被册封为中宫皇后。 在乾隆帝的心目中,复查皇后性格温柔,品德善良,她精心侍奉皇帝的善事,对孝敬太后遵守宫中规范,倡导节约勤勉。 是一位完美的妻子。 而后,复查皇后帮乾隆帝管理六宫,在她的治理下,六宫肃然。 不仅如此,复查皇后还懂得为乾隆帝分忧,例如,乾隆登基之初,多地出现干旱少雨的情况,乾隆心急如焚,作为皇后的复查氏, 非常理解乾隆的心情,复查氏整日起雨,希望能缓解夫君的焦虑。 乾隆帝后来回忆说,朕无日不宜羽扬细念,先皇后食同此心妻也。 有一次,乾隆帝身患戒疮,太医说必须有人精心照顾百日才能痊愈,复查皇后于是便在乾隆帝的寝室外放一个卧榻。 他每日在卧榻上休息,以便照顾丈夫,这样细心地照顾乾隆帝百日有余,待乾隆帝身体恢复,他才搬回自己的寝宫。 乾隆帝在清高宗实录中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,他忙于国事,后宫多亏了有复查皇后治理,他能稍微轻松地治理国家,全靠皇后的助力。 清代后宫不许干政,乾隆帝这个说法,可以说把自己政务上的成绩也分给了皇后一份,评价非常高。 作为中宫皇后,本可以尽享奢华,但复查皇后却主张简朴,除了在重大的礼仪场合外。 复查皇后平时一般不佩戴昂贵的金银朱翠,她喜欢用通草龙花做装饰品,不仅如此,复查皇后还在宫中亲自养残,并且在每年举办的亲残之礼中, 当着嫔妃和命妇的面掩饰养残纺织之术,并让大家都亲身体验农民耕之的不义。 有一次,乾隆帝去关外,回来对复查皇后说,祖先们创业时非常艰辛,衣服袖口都是用鹿尾上的绒毛缝制的,而不像现在用金线,复查皇后便记在心里, 她亲手用鹿尾绒毛搓成细线,缝制了一件衣服送给乾隆帝。 事与乾隆帝不要忘记满洲本色,乾隆帝非常感动,将这件衣服一直戴在身边,直到复查皇后去世,乾隆帝仍时常抚摸此衣。 复查皇后辅佐乾隆帝,对内治理六宫,对外引导天下女子,真正做到了母仪天下。 因此,乾隆帝才感叹,历朝历代贤明的皇后也不过像复查皇后这样。 对于乾隆帝来说,内有复查皇后辅佐,外有雍正帝给她留下来的优秀班底,因此乾隆执政的前期,清朝延续了雍正时期的志士,可是情深不受,美好的爱情总是短暂的。 复查皇后虽然贤惠,但终究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后,皇后丧德州,地痛天下文。 乾隆三年,复查皇后所生的嫡子永连夭折,年仅八岁,乾隆曾回忆说, 她登基的时候就已经秘密立永连为皇太子。 永连之死让乾隆帝非常伤心,她六天都没有上朝,复查皇后作为永连之母更是悲痛欲绝,此后几年她都一蹶不振。 为了服妻子之心,乾隆帝追视永连为皇太子,乾隆南巡江南,北巡蒙古都带上皇后,目的也是希望复查皇后能够放松身心。 到了乾隆十年,复查皇后再次枕出喜脉,乾隆大喜,皇后的衣食住行,她都亲自过问,第二年的元宵节,乾隆破例没有去圆明园,而是留在宫中和有孕在身的皇后一起观看烟火。 到了四月,皇后果然诞下一子,乾隆为她取名永从。 从乃祭祀宗庙时所用的玉器,据说,当时宗室之中已有人叫永从,乾隆让他人改名,将这个名字赋予她第二个笛子。 永从的出生让复查皇后精神焕发,她跟随乾隆帝寻行山西,参加木兰围猎,展现了一代皇后的风姿。 然而,命运并没有眷顾复查皇后,因为永从只活了不到两岁,便病逝了。 永从之死,对于复查皇后来说,是再一次的打击,而且这一次,远比永恋之死,更让她致命,以至于她从此在位振作起来。 虽然乾隆帝极力安慰妻子,但复查皇后最多也只能强颜欢笑,尽皇后本分在无知前的光风祭月。 乾隆十三年,乾隆帝待复查皇后东旬,登泰山。 在泰山行宫时,复查皇后生病了,本来按计划乾隆要返城回京了,但为了照顾皇后,乾隆下旨在济南小住,为皇后养病,可在济南皇后病情加重,复查皇后为了不耽误乾隆的行程。 便催促乾隆回京,在回京的路上,路过德州时,皇后病逝。 一场东旬,成了夫妻的告别之旅,乾隆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将同传的太医和官员几乎都问责一遍。 然后,乾隆下旨,要为复查皇后大板丧仪。 关于清朝皇后的丧仪,在康熙朝有明确规定,为了避免耽误各地官员的政务,各省官员不必举哀。 康熙的这一规定,在康熙,雍正年间,一共五位皇后都一律巡礼而行。 然而,乾隆人还没到北京,就连续给内阁下旨,他的皇后去世,应该四海同哀。 各省的文武官员都应该披麻戴孝二十七天,为皇后举哀,官员百日内不准剃头,停止一切婚嫁喜事,百姓也需要扶桑七日。 高宗变风格,茂蝶一发七。 傅查氏从雍正五年嫁给弘历,到乾隆十三年去世,他做了十三年皇后,和乾隆帝做了二十二年夫妻。 他的去世,让乾隆帝改变了接下来的执政风格。 著名传教士刘松林曾说,傅查皇后的去世,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。 乾隆对百官的态度,由初期的宽变成了严,乾隆的统治作风从此改变。 换句话说,在没有傅查皇后的日子,乾隆帝性情大变,他俨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 此后,乾隆帝再不似他出登基时那个的勤政爱民的帝王了, 他变成了一个唯我独尊,性情捉摸不定,自诩擅长帝王术的皇帝。 傅查皇后去世后,乾隆对他可谓念念不忘,乾隆为妻子嗜好孝贤,孝乃清代皇后都有的嗜好, 但贤却是乾隆对妻子的最高认可。 乾隆帝曾下旨,保留傅查皇后所居住的寝宫, 以表哀思,乾隆的三公主,顾伦和靖公主是嫡出。 也是傅查皇后在世的唯血脉,不过,三公主在傅查皇后去世之前就已经嫁到了蒙古, 乾隆时常传旨让三公主回京,每次都赏银数万两。 乾隆十九年,乾隆帝从避暑山庄到科尔沁草原,三公主特地来请安。 当乾隆看二十三岁的三公主的面貌神似其母, 心中顿时一顿酸楚,后来在准嘎尔之战中,三公主的丈夫犯罪, 半律当斩,乾隆不忍让女儿守寡,因此赦免了俄妇的死罪。 乾隆几乎每年都会去看望傅查皇后,没有大事,都会和傅查皇后说一声。 例如,乾隆十四年秋天,乾隆要到塞外行为, 临行前特地到傅查皇后临前,告知具体行踪, 因傅查皇后病于济南,后来乾隆帝四过济南而不入。 乾隆三十五年,六十岁的乾隆帝再次来到玉陵帝宫, 她对傅查皇后说,六寻我独庆,百事如称贤。 一个六十岁的皇帝,去帝宫缅怀已经去世二十二年的妻子, 我们且不论乾隆帝的历史评价,只看他这份深情,也非常难得。